大家好 我是艾圆神 我今天继续带给大家道七怪物 269-273 雷自东南蒙犬注意基本上无害运火 残火运雷切雷虚迷测电术 274-276 末路狂花金风玉如鱼相逢警房触电虚迷 淬灵孔讯 277-281 清晨的江湖迅寿的气温暖漏曼星 孩子 半素食主义比结我赢顾客之 三而解 这期视频我们来收集道七怪物的成就 队伍的话建议带有当体伤害的角色 来我们打开地图 来到景色直挺这个天赋副本 到这之后来我们开始挑战 选择最低难度 当人挑战 进入副本之后来我们去开启挑战 我们的第一的成就叫雷兹东来 需要我们被秋秋人引来的落雷击中 来我们先清一下第一波段 清完之后第二波会出一个秋秋的这个 拉斧头的 我们不要动它 然后等到它开始释放这个技能的时候 就和这个抬起斧子 你来落雷的时候我们超近一下 就能拿到我们的第一的成就 拿到成就之后来我们退出副本 出来后我们打开地图 来到这个 这个武器副本 沉睡之挺 到副本之后来我们开启挑战 选择最高难度 然后进行当人挑战 我们的第二的成就需要击败 咆哮状态的兽金猎犬 进来之后我们先清第一波怪 等它 寄之大狗 这样咆哮状态的时候我们把它击败就能拿到成就 它咆哮的前提是旁边必须 还有小的狗就像这样击败它之后就能拿到我们的这个成就 拿来拿到这些成就后我们退出这个圣衣物浮本 我们再打开地图 这次我们要来到珊瑚中 珊瑚中下方这个提皮点 到提皮点之后我们视线朝东北方向转 从这要跳下来 然后向下看 这有两只飘浮里 我们的下一个成就需要击败没有怒气的飘浮里 它会产生怒气的条件是我们的伤害不要过一万 有怒气的情况是它头顶这的圆圈会产生白质 只要我们压一下伤害都很容易完成的 好的击败它之后我们就能拿到这些成就 来我们再打开地图 这次我们来到九条正屋下方这个提皮点 报提皮点之后我们把视线撞到东方向 从这一直走 我们要去找两只野浮中 海乱鬼 海乱鬼还是野浮中啊我忘了 已经可以看到了 已经可以看到了 前面这只红色的叫颜威 它旁边还有一只雷腾 我们的下一个成就需要在他们两个武器都有附魔的情况下把它们击败 就像这样 这是我早期录的视频 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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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右上防徑的提皮点 如果小伙伴没有它提皮点的 可以从这个技术商洞的路头进来 进来之后顺着路走就到了 好,我们去找测电术 测电术一共有两个隐藏成就 一个叫末路团花 需要我们在它发射巨树垫砖的时候 使它瘫痪 另一个成就是让它的两个种子相互碰撞 可以先压它的血量 顺便破它的盾 它第一的盾会刷在头上 而不是根部 这个就是它的种子 我们不能摧毁它 这个是巨树电术 我们第二个成就需要在它发射箭子的时候 让它瘫痪 我们等待一段时间 它放出第二个种子 它的两颗种子会自动吸引在一起 被它们击中 我们就能拿到第一个成就 之后就是一直压它的护盾 种子已经可以清掉了 这时候 等到它再向我们释放地的技能的时候 我们让它瘫痪 时间还是挺长的 就能拿到我们的第二个成就 我们的第三个成就 也是会想伙伴们一起击败抽电术 好的,这期视频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大家拜拜 这期视频我们来收集虚名事件boss翠玲统炫的成就 我们需要一个雷元素角色 需要一个火元素角色 准备好之后来我们打开技术 来到恒纳朗纳右边这个TP点 到TP点之后来我们去找鸡哥 它按了第一个成就 是需要我们用火元素角色 把它进入烧焦的状态 它就会释放小的迅兽 一次释放三者 我们一共击败六者 就能拿到第一个成就 就是这样,让它进入这个烧焦的状态 然后它就会释放小的迅兽出来 我们不要打破那只迅兽的包子 等它复化 复化出来之后 我们把它击败 一次有三者 我们要弄两次 另一个都击败之后 就能拿到这的成就 第二个成就是需要我们用雷元素角色 让它计划 就是它雪条右下角这个状态条 满了之后它就会进入 进入活化状态 那活化状态下 它会随机释放它三个大招 其中的一个 我们要至少计划它三次 三个大招都见一遍 我们就能拿到第二个成就 就是它第一个大招 弄完大招之后 它会倒地 然后进入虚弱状态 我们要等它重新站起来 大概用雷元素角色把它击化 就是第二个 它会朝我们冲出来 我们躲避一下 就是第三个 它会向我们释放追踪的导弹 弄的都见一遍 我们就能拿到第二个成就 它的第三个成就 需要在它被击化的时候 让它快速击杀 左右我们先压它雪量 在它击化过程中 它击败就能拿到我们的第三个成就 第四个成就 需要在它倒地的时候 就是这样 它已经倒在地上了 我们把它击败 就能拿到第四个成就 第五个成就 野兽小伙伴们一起击败翠琳统续 好的 这期视频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 大家拜拜